第209章,全军覆没。那一道裂开的伤口,开始往下流淌着血液,在某一个瞬间,无量那张脸,直接迅速地分成了两片,哗啦一声,一张人皮直接被包了下去。那鬼东西,再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了一人。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杀死一个接着一个的人,自己却被恐惧所填满了心神,毫无抵抗之意。 啊,在看到无量死掉后,终于有弟子,开始扛不住压力了,尖叫了起来。黄龙的脸色看起来也不太好,毕竟死掉的全都是他的弟子,他总共就五个弟子,现在一下子死掉了三个,剩下来的两个,看起来也被吓得不轻,指不定能不能活着出去呢。这样下去不行啊,我们全都要死在这里不可。黄龙的声音都带着一丝恐惧来。 哦?我看了一眼黄龙,轻笑着开口说道,莫非你有办法不成吗?我没有,但还请前辈帮晚辈一个忙。黄龙开口说道,什么?我抿了抿嘴。我去和那怪物拼了,虽然知道有可能会死,但却也可以拖延一下时间,前辈您帮我把我的这些弟子都带出去,送回全真教可以吗?黄龙对着我跪了下来,咚咚咚的,就是三个响头。 我叹了一口气,心想,自己真的是装逼装到家了。到现在,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这黄龙竟然还觉得我是龙虎山的世外高人。 我看着跪在我面前的黄龙,开口说道,我并不能保证能否将你的弟子带回去,但我可以保证我尽量带他们离开。 多谢。黄龙再次将自己的脑袋一颗到底,多谢前辈仁慈。 说完,黄龙直接从地上站了起来,从腰间拔出了一把桃木剑,大步朝着鬼市走去。 师父!剩下来的两个人,这时候也叫出声来。显然他们也不想看着黄龙这么去送死。 黄龙苦涩地笑了笑,开口说道,徒儿们,跟着前辈便可以了,为师就先走一步了,默念,默念。 师父! 两人再次有些凄惨地开口说道,我深深地看了黄龙一眼,说实话,心里还是挺佩服他的,他的确可以说得上是一个好老师,可以为了自己的学生出生入死。 我对着那两个有些撕心裂肺的道士开口说道,行了,你们也别想着你师父了,走吧,不要浪费了他的一片好心。 那两个道士一开始有些不舍,不过还是跟着我一块朝着原来的路走去。 走了一会儿,我就听到黄龙大吼的一声妖孽羞走。 我看到那两个道士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巴,不让自己哭出来,快步跟着我一起朝着前面走去。 而身后传来一道无比诡异的咯咯笑声,那个穿白衣服的鬼东西竟然还在笑,我感觉自己有些毛骨悚然起来。 我身边的两个道士也被吓得不轻,跟着我一起往后面退去。 接下来好长一段时间,那鬼东西都没有出现了。 我们走了一个来小时,就走到了山头,一到山头,我就有些发猛了。 山头那边围满了小鬼,那些小鬼死死地盯着马上快要走过去的我们,似乎只要我们再往前走一步,他们就会动手一样。 前辈,现在我们怎么办? 其中一个道士有些紧张地看着我。 我深吸了一口气,心想,我他娘的哪里知道应该怎么办? 现在这种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的局势,我能怎么办? 我看着那些小鬼咬了咬牙开口说道,换一条路,这里应该还有一条路出去的。 好! 这时候,我仿佛就是那两个小道士的救命稻草一般,不管我说什么,他们都照听不误。 做了决定后,我们几个人赶紧朝着另外一条路往山下走去。 虽然不知道这条路到底能不能通出去,但这时候只有这么一条路走了,我能有什么办法? 就在我们刚走没多久,身后就传来了一道咯咯咯咯咯的笑声,似乎是在嘲讽我们,根本就跑不掉。 我咬了咬牙,硬着头皮对着那两个小道士开口说道,这样吧,我留下来对付这个鬼东西,你们先跑。 啊? 可是前辈,我们不知道路啊。 其中一个小道士开口说道,不需要知道路,只要顺着这条路下去,一会儿就要天亮了,天亮后,外面乱葬岗里面的那些小鬼,应该就消失了。 你们到时候,朝着那个方向跑就可以了。 我对着那两个小道士开口说道,多谢前辈。 那两个小道士对着我们鞠了一躬,连忙转身跑了。 而我这时候也抽出了血刃,死死地盯着周围,生怕出现一只手,直接把我的皮给包下去。 我深吸了一口气,等了好一会儿,也没见那怪物出来,心里也有些迷惑起来。 正当我迷惑的时候,一道白影直接从我的身边掠过,朝着那两个小道士奔涌过去。 我正了正,快速地朝着那两个小道士逃跑的方向追了过去。 在我追的时候,黑夜也开始慢慢变淡,从深黑色转为深蓝色。 而当我大步跑到那两具布满血迹的尸体前面时,天空彻底变亮,一轮朝阳高挂在空中,散发出万道金光,将云层映射出一股瑰丽的感觉。 死了!这两个小道士,也死了! 也就是说,黄龙这一行人,在这个该死的鬼市里面,全都死得一干二净。 而我活下来了。 我抿了抿嘴,叹了一口气,虽然不清楚,那白衣怪物为什么不来攻击我,反而去攻击那两个小道士。 不过既然我活下来了,就说明我的运气比较好。 我直接朝着原来的路回去,重新回到山顶上的时候,原本那些围在山顶上的小鬼们,这时候也都消失了。 我松了一口气,这时候黄大仙的声音也传了过来,总算是天亮了。 你终于醒了! 听到黄大仙的声音后,原本感觉很有压力的我,这时候也松了一口气。 嗯,现在鬼气不是很浓,可以苏醒过来了。 黄大仙开口说道,你怎么又回来了?还不是之前那个扯人皮的鬼东西? 现在我们怎么办?是先回去,还是继续走小鬼域? 我开口疑惑道,先回去吧。 黄大仙开口说道,这次我们失败就失败在不清楚这里的情况。 这次回去,我们多准备一点东西,然后再过来一次。 我点了点头,而且,这白斧既然是白旗的地盘,想来那牛十三,或者藏风,也不敢做什么。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白旗会在这地方横插一脚,不过,这倒也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嗯,先回去吧。 黄大仙开口说道,总比在这里,先把命给丢了要强。 我们再次回到山头的时候,看着下面那一片片密密麻麻的坟墓后,也深吸了一口气。 昨天晚上太暗,根本就没看清楚,现在白天了,看到这些坟墓,还真的有一种恐怖的气氛在里面。 这时候,我忽然看到一道人影,出现在一个墓碑前面,我证了证。 那人影,竟然就是,之前那个白衣女子。 那白衣女子所站着的墓碑前面,放着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人皮,似乎也注意到我发现它了。 白衣女子冷笑一声,直接消失了。 咦? 黄大仙这时候,也轻声地移了一下。 移什么? 我开口迷惑道。 没事,可能是我的错觉吧。 我总感觉,那白衣女子的气息,有些熟悉。 黄大仙开口说道,我们现在要过去看看,那个墓碑吗? 既然那东西扯了人皮去那墓碑面前,想来应该也是有目标的。 而且,他好像并不想对我出手。 我试探着开口询问道。 第210章,彭老狗。 你确定吗? 黄大仙有些疑惑地开口询问道。 我点了点头,就把昨天晚上的白衣女子放过我,反而去追那几个全真教弟子的事情,给说了出来。 黄大仙听完,就破口大骂起来。 你太娘的傻呀,你的命可比他们之前多了。 你既然想着自己去拖延时间,我要是你,我就把他们丢下去拖延时间,自己跑去了。 我苦涩地笑了笑,我做不到那样,我这两天已经很强迫自己去冷血了,但好像还是不行。 你啊,黄大仙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我了,最后叹了一口气。 不过那白衣女子不袭击你,倒也有些蹊跷,去看看也没有什么。 得到黄大仙的肯定后,我也朝着那前面摆着人皮的墓碑走了过去。 走近了后,就闻到了一股无比浓郁的血腥味,应该是那些人皮发出来的。 走到墓碑前面后,我也看清楚墓碑上刻的字了。 曹惠敏之墓,这曹惠敏是谁? 我愣了好一会儿,也没想起来这曹惠敏到底是谁? 心里就更加疑惑了。 难道那个白衣女子,就是曹惠敏? 可这和我并没有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他会放过我一马呢? 我看着这墓碑,半天没想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这时候,黄大仙开口说道,行了,没发现什么的话,就赶紧回去。 这地方,我是越来越感觉奇怪了。 先是出其浓郁的鬼气,然后就是那个诡异的白衣女子。 这鬼是,还和那个真武大帝白旗有关系,再留在这里,肯定会出事。 我点了点头,也离开了这片乱葬岗,走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了什么,从口袋里面拿出了之前在路上捡到的红毛出来。 开口说道,在你昏迷的那段时间里,我好像找到了一些红毛怪物的踪迹。 说明这线索肯定就在这,也和小鬼狱离不开关系。 黄大仙开口说道,我们的决定是对的。 嗯,我快步地朝着山下走去。 虽然这次行动上来说,是失败了,但我也已经确定了,这小鬼狱的确是和红毛怪有关。 只要弄明白这白衣女子的事情,那我接下来就可以前往小鬼狱去寻找红毛怪的下落了。 走了差不多有一两个小时吧。 我总算是到了周小满的别墅楼下,还没等我进去。 黄大仙就开口说道,等一下,别墅里面有人。 有人? 我愣了一下,停住了脚步,开口说道,谁? 用顺风耳咒。 黄大仙很快就弄过来一段咒语和结印的手法。 我点了点头,快速地截起手印来,很快,手印就截出来了,旋即我感觉自己的听觉忽然变得无比地敏感起来。 我连忙闭上眼睛,聚精会神地去听。 别墅里面的声音也传了过来,我说小丫头,你告诉我,王盼去哪了,我就放你走。 他也永远不会知道,是你把他的消息透露给我的。 我一听这声音,就猛了一下,这声音听起来很是熟悉,我下意识地,就想要往里面走,却被黄大仙阻止了。 你先别冲动,这时候冲进去,对局面来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反正只要没有供出来你的消息,那人也不会对周小满怎么样。 但你这时候,要是冒冒然进去的话,肯定会出事。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深吸了一口气,连忙开口说道。 黄大仙沉吟了一会儿,开口说道,虽然你的修为还不够,但拼个重伤,应该还是可以把十电严逻辑给用出来的。 这是十电严逻辑的法门,你先用黄符把阵法给摆出来。 我点了点头,一边摆着,一边用顺风耳,听着别墅里面的动静。 周小满这时候也冷哼一声,我不会告诉你他的下落的。 你有本事就来杀了我,还真是挺倔强的一个小丫头。 你的话也让我相信了。 你并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你并不会在意自己的生命,但如果是他呢? 那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我就听到了周小满大声地说了一句不要,然后就听到小米咿咿呀呀的叫声,我的心神愣了一下。 小米,这人竟然拿小米当威胁,来威胁周小满。 我深吸了一口气,手下摆弄那些黄符的速度,也更加快了起来。 怎么? 现在,你还嘴硬吗? 我舍不得杀你,但这并不代表着我舍不得朱砂这头小鬼啊。 那人开口轻笑着说道,彭丽明,你休想,如果你杀了小米,我就咬蛇自尽在你面前。 周小满恶狠狠地开口说道,彭丽明。 我听到这个名字后,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一股熟悉的感觉,彭。 我忽然恍然大悟起来,这可不就是张成浩和我说的那个龙虎山来杀我的彭老狗吗? 我没有想到,我才刚离开,这彭老狗就找上门来了,还威胁了周小满。 我深吸了一口气,对着黄大仙开口说道,这阵法,还要多少才能好? 我已经尽量把这阵法简单化了,现在的威力,恐怕不及沙漠里面那次的十分之一。 但即使是这样,以你现在的速度,最少也需要五分钟。 黄大仙开口说道,五分钟? 我深吸了一口气,五分钟,应该够了吧? 我咬了咬牙,小满。 你一定要挺住啊。 哟,还真够硬骨头的,我还真就不信你会自杀。 彭老狗的声音响了起来,然后我就听到小米凄惨的叫声。 我的心头一紧,手里的黄服摆弄的速度也更加快了起来,但即使是这样,我依旧还是很慢。 毕竟这些黄服不能被彭长老发现,所以我只能挖开泥土,把那些黄服给一张张的埋进去。 这样时间就会变得比较慢了。 而在小米的惨叫声响起来的一瞬间,我就听到彭长老的叫声,不可能,你这妮子。 说完他就没说话了,好像是在手忙脚乱地做些什么。 我的心头猛得一紧,该不会是周小蛮刚才咬蛇了吧? 我深吸了一口气,强忍住想要大声呼叫彭长老的冲动,继续挖土,埋着黄服。 很快,剩下来的黄服也都一个接着一个摆弄了进去。 很快,就没有多少了,我深吸了一口气,正感觉希望正在降临的时候,就听到彭老狗轻声笑了起来。 算了,反正你这丫头什么也不说,留着也没用,我只要杀了你,等那小子回来,看到你的尸体。 自然会过来找我的。 你无耻。 周小蛮破口大骂道。 在彭老狗说出这句话后,我也忍不住了,直接把手里的黄服往自己的怀里一揣,不去理会黄大仙的阻拦,直接破口大骂道。 彭老狗,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给老子滚出来。 楼上一片寂静,很快,我就听到周小蛮的声音传了过来。 王盼,你不要管我,你快走。 我深吸了一口气,开口吼道。 彭老狗,给老子滚出来。 小杂种,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啊。 彭老狗的声音传了过来,听得我眉头一跳,我深吸了一口气,提着自己手里的血刃,冷笑着开口说道,是死是活,还不是你这一条老狗可以做得了主的。 小杂种,耳赶。 彭老狗直接从楼上的房间里面跳了下来,哗啦一声站在了我面前,虽然很久没有见面了,但那光秃秃和鸡蛋一样的脑袋,却是没有变化。 我看着彭老狗,轻声笑着开口说道,仔细算算,我可是你们龙虎山张道临天时转世,怎么算都是,你祖师爷,我若是小杂种你是什么? 牙尖嘴利的家伙。 彭老狗看着我,恶狠狠地开口说道。 第211章,讨债。 我深吸了一口气,眯着眼睛看着面前的彭老狗,刚才心里一慌,直接把他从楼上引下来了,现在站在他的面前,顿时感觉压力陡增起来,不过心里虽然压力很大,脸上依旧还是有些不动神色。 这时候,周小满也从楼上冒出了头,傻大哥,小心点。 看到周小满出来后,我心里也松了一口气,刚才我还以为他出现什么意外了呢? 我看着面前的彭老狗,拜了拜首,想要把小悠从书房里面召唤过来。 对付龙虎山的弟子,最好的办法,还是直接让小悠这种桃木鬼童,把他们的生魂拍出来,那就让我宰割了。 但我召完后,却毫无反应,我愣了一下,正在原地,对着黄大仙开口说道,这什么情况?为什么我召唤不过来小悠了? 没理由啊。 黄大仙开口说道,就算是小鬼在千里之外,也能够瞬间召唤回来的。 如果召唤不回来,就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小鬼失去了控制,还有一个就是小鬼死了。 你内视一下自己的丹田,看看能不能看到,何小悠的那份印记。 我震了一下,连忙内视起来,但我却什么都没有发现,原来摆放小悠印记的位置,这时候看起来空洞洞的,我的心一下子沉到谷底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开口说道,大仙,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小悠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 黄大仙叹了一口气,一会儿再调查吧。 现在当物质及时对付面前这个老家伙。 一个不好,你可能要死在这里了。 怎么? 再呼吸最后一口新鲜空气吗? 彭老狗看着我,轻声笑了一下,偏指成剑,直接朝着我指了过来。 不好,后退一步,向左两步,再后退三步。 黄大仙开口说道,我还没来得及气思考黄大仙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就照着他的吩咐,一步步走了起来。 而我没走动一下,就会发现周围还有先前停留的位置都涌起一股股浓郁的阴气。 一直等我走完最后一步,这才感觉周围那像是地雷一样的阴气消散过去。 而彭老狗见我竟然真的躲过了他的暗算,也有些震惊地看着我。 开口说道,小子,看不出来,几个月不见,长进了这么多。 老狗,你倒是没有什么长见?我轻声笑了笑,手指捏了个小破魔咒,然后迅速地翻动着,让人眼花缭乱的手印。 在嘴里念出了七星神咒经的咒语后,扁指成剑,直接朝着面前的彭老狗滑去。 彭老狗上次就是被我的七星神咒经给弄得够呛。 这时候,见我又用出了七星神咒经,也被我吓了一跳,连忙朝着后面去,也不顾着继续攻击了。 而是选择了不停地掐着手指,往外凝聚着一层又一层的防御阵法。 而我也就是吃准了他这一套,在雷云凝聚。 彭老狗捏着防御咒法的时候,我迅速地把剩下来的皇符摆在阵法当中。 现在彭老狗都已经出来了,也就不用怕被他发现了。 剩下来的几个地方,很快就被我给放上了皇符。 皇符放上去之后,我按照皇大仙的指示,找到了这十殿阎罗记的声门,迅速地站稳后, 彭老狗这才终于捏好了手里的防御咒语。 这时候,天空中不停凝聚着的雷云中,也哗啦一声,往下面轰了下来。 直接砸在了彭老狗,几乎花了大半力气所凝聚起来的防御咒语上。 怎么说呢? 那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小孩,一圈打在了肌肉男身上一样。 除了发出一声响外,对彭老狗根本没有任何伤害。 小破魔咒? 这时候,彭老狗也反应过来。 你这小杂种,竟然给我用的是小破魔咒? 自己傻,还能怪别人? 我冷笑了一声,旋即直接对着彭老狗伸出手去一指, 十殿阎罗记,诸天地邪魔。 十殿阎罗记? 彭老狗正了一下,旋即冷笑着开口说道, 小杂种你糊弄谁呢? 还十殿阎罗记呢? 又想再骗我一次吗? 这一次,我不会让你得逞了。 而在彭老狗说话的时候, 我摆出去的那些黄符,全都无火自燃起来, 幽蓝色的火焰在地上不停地闪烁。 彭老狗这时候,也掐好手印了, 但还没有等他用出来, 他的手上就涌起了一道黑色的火焰。 这黑色火焰,似乎就像是粘在彭老狗身上一样, 让彭老狗不停地开始惨叫起来。 小杂种,快放了我, 不然龙虎山不会放过你的。 彭老狗试图把自己手上的黑色火焰给扑灭, 一边还开口威胁我。 我冷笑了一声, 人间自有天来收, 说的,好像我放过你。 你们龙虎山就能放过我一样, 当我不知道龙虎山密令吗? 你一个区区的龙虎山小长老, 有资格修改太上长老所传下来的密令吗? 你还知道龙虎山密令? 这时候,彭老狗牙一咬, 直接用力把自己的胳膊扯了下来, 那火焰越来越大, 如果不把火焰给灭掉, 他的整只手都要被废掉。 把手臂给扯下来后, 彭老狗伸出手去点了下自己的穴位, 那鼓鼓涌出来的鲜血, 也马上停了下来。 我并没有继续理会彭老狗了, 而是冷声念叨, 一殿秦广王, 司长人间生死, 幽冥即凶。 在我念完后, 那蔓延着幽蓝色火焰的阵法中, 猛地竖起了一道巨大的镜子, 那镜子中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彭老狗。 很快, 彭老狗的人像就消失了, 玄机化作一片血红, 只显出极恶二字, 看到极恶两个字后, 我才松了一口气。 按照黄大仙说的, 只有恶人, 才能让秦广王诛杀, 若对方是善, 那便无用。 看到镜子的时候, 彭老狗的精神, 也彻底地崩溃了, 他一边抓住自己的断臂, 一边跪了下来, 对着我开口说道, 我错了, 我不应该对付你, 你放我一马, 我给你当内应怎么样? 我把龙虎山的秘密都告诉你, 我甚至可以帮你把龙虎山夺来。 真的? 我强忍着脑袋传来的血运感, 缓一口气, 对着彭老狗开口说道, 千真万确, 千真万确。 彭老狗还以为我动心了, 连忙开口说道, 我这时候, 也终于缓过气来了, 不至于晕厥过去, 我对着彭老狗轻声笑了笑, 我相信, 你这是真的, 不过我对这并不感兴趣。 这种反复无常的小人, 我毫不怀疑, 我放了他后, 他第一个对付的人就是我。 这一下, 是我怀你之前龙虎山对我的侮辱。 说完我手指, 直接朝着前面一滑, 一道黑色的火焰在彭老狗的脚底下涌了出来, 疼得彭老狗不停地跳脚。 我的眼眸却越来越冷, 在彭老狗被火焰灼烧的时候, 又是一滑, 另外一道黑色火焰出现, 这一下, 是我怀你之前追杀我的。 这一下, 是我怀你威胁小米的。 我冷声说道, 在彭老狗的头上, 凝聚出一团团的黑色火焰。 随着这些黑色火焰的出现, 我也感觉自己越来越虚弱了。 彭老狗这时候也绝望了, 任由那些黑色火焰灼烧着自己, 在火焰里面不停地哀嚎, 惨叫, 辱骂。 我却没有理会, 而是对着那镜子锯了一躬, 这些黑色火焰只能让人受皮肉之痛, 真的想让人魂飞魄散, 还是得请秦广王这位爷。 劳烦秦广王诸鬼! 准! 一道红亮的声音在山林间响起, 话音刚落, 从镜子里冲出了一道金光, 直接砸在了彭老狗的身上, 把彭老狗给炸得灰飞烟灭。 这时候, 我的嘴里菜医子一顿的冷声说道, 这一下, 是我帮小蛮讨要的战, 那就是你的命! 第212章 小鬼欲的王 那一道金光后, 我终于支撑不住, 整个人瘫软在地上, 不停地喘着粗气, 整个人身上, 就和刚从水里出来似的, 全是水, 湿漉漉的, 我擦了一把冷汗, 看着镜子, 阵法, 慢慢地从我的面前消失。 原本那滔天的黑色火焰, 也慢慢地退去, 剩下已经和死人一样, 躺在地上的彭老狗, 可能是我的能力, 还不够完全让这个阵法, 发挥出应该有的力量。 彭老狗竟然没有直接被秦广王给震死, 胸口还在不停地起伏。 我想要站起来, 但却发现自己现在连动一根手指头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现在的状态, 比起彭老狗来, 也好不了多少。 就在这时候, 周小蛮也从别墅里面跑出来, 直接跑到我身边, 眼眸中全是泪水, 扶起我, 开口说道, 傻大哥, 你怎么了? 杀了他。 我用尽所有的力气, 对着周小蛮开口说道, 说完后, 就感觉自己的眼前一阵阵的发黑, 无力感充斥着全身, 差点快要, 让我晕过去。 周小蛮啊了一声, 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我清楚, 他从来没有杀过人, 根本就不敢动手。 但这时候, 是杀死彭老狗最好的机会了, 他还没有死, 我也没有了杀他的力气, 如果让他缓过神来, 下回我可能, 就没办法用出来识电阶罗剂了, 如果真的沦落到那种情况的话, 那么, 这事情, 对我会没有任何的有利程度。 我咬了咬牙, 知道这时候, 还是要靠自己, 正想拼着重伤, 也要接上一口气, 上去诛杀彭老狗的时候, 一只宽大的手按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愣了一下, 周小蛮也愣了一下, 傻乎乎地看着我身后的那个人。 惊, 我刚想开口说什么, 却发现自己, 根本说不出话来, 一是没力气, 二是激动的一口气被堵在胸口了。 那人只是轻声笑了笑, 旋即摇了摇头, 开口说道, 安心休息吧, 接下来, 就交给我了。 这么多年来, 这群狗, 似乎忘记了自己的主人是谁, 也该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本身了。 无比强烈的安全感涌上心头, 松了一口气后, 脑海中的眩晕感, 一口气涌了上来, 眼前一黑, 我整个人的意识, 彻底被黑暗和无力所吞没。 在我昏厥前的最后一幕, 看到了那提着八面汗剑, 身子笔直的宛若标枪一般的背影, 正朝着彭老狗走去。 梦里的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暖洋洋的, 五口朦朦胧胧的气息, 在我的体内不停循环, 旋转, 每循环一次, 我的身体就会多上一点力量。 再到后来, 这五口气就好像是活过来似的, 化作一条条游龙, 在我的经脉里面不停地游来荡去, 把我的经脉也开拓地宽广了不少。 而我的意识, 也在这五条游龙的帮助下, 慢慢地开始复苏, 身上的力量也像是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起来。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上似乎充满了力量。 我心头一紧, 坐了起来, 看到那熟悉的背影正站在窗台前, 心里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次他没有和之前一样, 只是露个脸, 就走了。 这时候, 黄大仙也开口说道, 小子, 运气不错。 没想到你这一口气, 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完, 反而让自己的第五口气给凝聚出来了。 现在的你, 真正地达到了武器朝原的程度。 你这速度, 也是让我无话可说。 你知道我当初修炼到武器朝原是几岁吗? 三十五岁啊! 我可是十二岁就开始练气了, 整整二十三年, 才武器朝原啊。 你小子才练气多久? 真是人比人得死, 祸祸祸得扔啊! 我笑了笑, 羡慕不来的。 醒了? 似乎是背后长了眼睛似的。 我刚醒来, 和黄大仙聊两句话的时间, 站在窗台前的那人, 便开口说道。 我点了点头, 暂时放下和黄大仙说话的念头, 对着窗台那人开口说道, 你怎么来了? 想明白过来了一些事情。 那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还有, 你的状态很不好, 血刃已经不适合你了, 再继续使用血刃, 会让你入魔的, 更不用说。 你竟然想着吸收血刃上的煞气? 我正了正, 朝着一边看了过去, 发现自己的血刃已经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把沉重的黑色剑鞘所包裹着的剑, 那剑鞘上镶嵌着一条条的金色流纹, 正是高冷哥的那把八面焊剑, 我深吸了一口气, 开口说道, 这是, 你这两天先用这把剑吧, 你讯认出了点问题, 我得帮你调整一下。 高冷哥说完, 转过身来看着我, 看到高冷哥后, 我整个人都愣了, 因为我发现, 高冷哥的眼眸颜色竟然和原来不一样了, 原本漆黑色的眼眸, 这时候也变成了幽蓝的琥珀色, 眼眸旁边一圈淡淡的金边, 看起来很是诡异, 却让人感觉很舒心, 配上他身上那件绣满了轻鱼竹浪图的汉服, 整个人看起来竟然比之前要更加冷冽了, 我不明白在高冷哥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竟然会让他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一个念头, 高冷哥似乎本身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被高冷哥的眼眸扫了一圈后, 我也有些心悸, 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但很快又开口说道, 这件是你的, 让我来用, 你呢? 高冷哥轻声笑了起来, 我? 这世间除了白旗, 已经没有人知道我用剑了。 被高冷哥的话给震得深吸了一口气, 玄机我开口说道,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去一趟龙虎山, 拿回来点东西, 然后再去一次藏地, 帮你看看血刃上的问题。 另外, 我不是和你说了, 别带小悠去小鬼狱了吗? 为什么你又带他去了? 高冷哥今天的话出气得有点多, 虽然说话的声音更加冷冰冰了, 但却让我感觉一阵的舒心。 小悠? 我没有带啊? 我去小鬼狱之前, 并没有把他带过去, 而是把他给留在书房里面了呀。 我愣了一下, 开口说道。 说完这句话后, 我也彻底了猛了。 我忽然想起来, 之前为什么一直召唤不出小悠来, 原来他是去了小鬼狱了吗? 不管你有没有带, 小悠出现在小鬼狱, 已经成了既定事实。 而且连祭品都凑齐了, 小鬼狱彻底地乱了。 这两天, 小鬼狱建议, 还是不要去了。 高冷哥开口说道。 我愣了一下, 没想明白过来, 高冷哥说的是什么意思, 什么祭品? 为什么小悠去了小鬼狱后, 小鬼狱就会彻底地乱了? 我在小悠的坟前, 找到了几张人皮, 那便是祭品。 高冷哥似乎察觉到我内心的疑惑了, 开口说道。 我愣了一下, 那些全真教的弟子, 全是祭品。 见我发呆, 高冷哥又轻声笑了起来。 至于小鬼狱为什么会乱? 你回头去小鬼狱的时候, 自然会清楚。 我证了证, 这首黄大仙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我就说嘛, 你那小鬼也太奇怪了, 根本就和活着的小孩没什么区别。 这哪里是什么小鬼?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那白旗的胆子也太大了, 也难怪, 他要毁灭了整个鬼市, 也难怪他要把白斧建立在原来的驿庄上面, 还用青铜顶给震住那小鬼狱的出口。 为什么? 我听着黄大仙震惊的声音, 连忙开口询问道。 黄大仙节节笑了起来, 因为你的小悠。 说完黄大仙顿了顿, 轻描带写地说出了, 让我心跳都停了半拍的话。 是小鬼狱王族的唯一子嗣。 也就是, 未来小鬼狱的王。 第213章, 打狗。 被黄大仙一说, 我也有些明白过来, 的确是如此, 小悠和普通的小鬼不太一样, 比如小米, 他就直懂几句话, 这还是得周小蛮教了他很久, 才可以, 时间一久, 就忘了。 而小悠就不一样, 说话说得无比的流利, 灵动十足。 然后就是, 小米平时不管是做什么, 动作都很生硬, 几乎没有自己的思想。 而小悠不一样, 看上去就和普通的小孩一模一样。 而且, 那祖师爷上我身的时候, 也一眼, 看中了小悠, 直接给小悠封证了。 种种迹象表明, 小悠确实不是普通的小鬼, 只是以前我没有接触过小鬼, 所以对这些不太了解罢了。 想明白过来后, 我也彻底的梦了, 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高冷哥也开口说道。 另外, 建议你这两天离开佛山, 小鬼域乱了后, 那些王族在接到小悠后的第一件事, 我想, 应该就会找上你了。 毕竟你曾经是小悠的主人, 他们甚至会怀疑, 你是拐走小悠的人, 所以想要进小鬼域, 还是要等这阵风头过了再说。 我正了正, 看着高冷哥, 开口说道,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高冷哥扫了我一眼, 开口说道, 你是在寻找红毛怪的下落吗? 我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对的, 红毛怪的事情, 我也不是很了解, 当年我并没有参与进来这件事情之中, 只是当年被卷进这事情里面的人, 现在活着的只有藏风, 还有洋雨了, 所以, 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很难高冷哥说完后, 开口说道, 你想要调查, 也应该调查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被高冷哥这么一说, 我也有些忧郁起来, 我叹了一口气, 我总不可能被他们当作是傻子一样, 玩弄于鼓掌之间吧。 实力? 高冷哥开口说道, 只要有实力了, 谁敢算计你? 你只要在恶念彻底苏醒之前, 把自己的实力给提升上去, 自然就可以破局了, 只有弱者才会想着, 要去算计别人, 强者从来都是一力破实惠的, 当你的力量强横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别人连算计你都不敢。 你想要杀谁, 直接一句话就可以杀了, 那阴谋诡计有什么用? 高冷哥说的话让我彻底猛了, 我隐隐约约感觉到高冷哥的话才是对的, 但想要走出高冷哥这条路实在是太难了, 得有多强, 才能一路破局出来啊。 要知道等在我面前的全是一些怪物, 疯子, 我现在和他们一比, 就和婴儿差不多, 我拿什么和他们斗, 这不是我对自己没信心, 而是现在的局面就是如此, 想要破局, 靠力量, 已经远远不够了。 在我成长的时候, 鬼知道他们, 是不是在成长, 更何况, 前面还有一个活了几千年, 不知道善恶的老怪物, 白旗。 反正现在的局面, 如果我不彻底去了解起来的话, 只能让自己粉身碎骨。 而高冷哥, 也似乎看破了我的内心, 轻声笑了起来, 红毛怪物的线索, 不仅仅是在小鬼域, 龙虎山也有。 这一次, 你可以和我一起, 去龙虎山, 我帮你找到事情的真相。 说完后, 高冷哥顿了顿, 似乎想起了什么, 对着我开口说道, 另外, 珍惜你, 和他最后的时间。 最后的时间, 我愣了一下, 转过头去, 正好看到了门被推开了, 然后周小蛮端着一碗稀饭进来, 我看向高冷哥,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忽然说这句话, 什么叫最后的时间? 他的意思是, 我和周小蛮之间, 以后不会有接触了吗? 高冷哥的这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周小蛮进来后, 高冷哥也把自己的身体转了过去, 冷冽的毛子, 朝着外面看去, 似乎外面有着看不完的风景一样,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的目光, 是在躲避周小蛮。 醒了呀? 周小蛮似乎并没有发现, 高冷哥的异常, 他看着我, 轻声笑着开口说道, 我点了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 被高冷哥那么一说后, 看着周小蛮就很怪异, 总感觉面前的周小蛮, 开始变得有些不太真实起来, 似乎他时刻, 都会消失在我的生命中一样, 那种感觉, 让人很不舒服, 就好像是, 你很想抓住什么东西, 却发现自己根本抓不住, 那种惆怅的感觉, 简直会让人崩溃。 怎么了? 这么看我? 周小蛮被我看得有些不自然起来, 红着脸开口说道, 啊? 没, 没什么? 我看了一眼高冷哥, 不知道他说的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从周小蛮的手里接过了稀饭, 开始吃了起来, 这稀饭, 应该是刚煮好的, 超烫, 我没吃多少, 额头上就开始冒汗了, 周小蛮则伸出手去扶着自己的下巴, 看着我把一大碗稀饭喝下去, 烫得满头大汗后, 这才轻声笑了笑, 拿出一张手帕, 帮我把额头上的汗水擦了擦, 开口说道, 听说你又要离开了, 嗯, 这次你去我老家, 和我爸妈住一起吧, 别在这了, 怪危险的, 我想了想, 小鬼鱼这两天就要乱起来了, 他们可能会循着小悠的气息, 找到这里来, 如果你出了意外, 我一辈子都会内疚的, 去你家呀, 周小蛮轻声笑了起来, 那我要和你爸妈说自己是什么身份啊, 我会和我爸妈说的, 你到时候只管过去就可以了, 说完我把碗重新递给周小蛮后, 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妈, 电话很快就被拨通了, 我妈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 喂, 妈, 我小盼, 我有些尴尬的开口说道, 我刚说完, 就看到周小蛮憋得通红的脸, 白了他一眼, 就听到我妈开口说道, 咋了, 我有个朋友, 过两天会去家里住着, 你照顾一下, 我开口说道, 什么朋友啊, 男的女的啊, 我妈这时候, 也有些兴奋起来, 显然她对我的人生大事很关心,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还有点事, 先挂了呀, 我知道在任由我妈这么闲扯下去, 可能要说到地老天荒去了, 所以我直接把电话给挂了, 好了, 周小蛮看着我, 柔声开口说道,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交代完了, 有你这么交代的吗, 等于什么都没说吗, 周小蛮给我翻了白眼, 行了, 你要做什么事情, 我也不管了, 你去忙吧, 记得照顾好自己, 我在家里等你, 听到周小蛮这话后, 我感觉自己的心里暖洋洋的,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看着周小蛮从房间里面退出去后, 这才看着高冷哥, 开口说道, 这次去龙虎山, 我们要拿什么东西, 高冷哥轻声笑了起来, 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只要能够拿到那东西, 可能一切都不一样了, 不一样, 我梦了, 看着高冷哥, 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看着吧, 高冷哥深深地看了眼我, 到时候, 你自然就清楚的, 对了, 龙虎山秘令你知道吗, 听大阳说的, 龙虎山的太上长老们, 好像是不太喜欢我存在, 发布了一条龙虎山秘令, 一再诛杀我, 我们这么贸贸然地走上龙虎山, 会不会出意外啊, 我忽然想起了龙虎山秘令, 开口说道, 我之前不是和你说了吗, 高冷哥说完后, 抿了抿嘴, 眼眸中的冷意, 似乎都要将空气都冻结成冰, 狗痒得久了, 不打一下, 还真以为自己, 可以翻身做主人了吗, 我用力地深吸了一口气, 敢说龙虎山那些台上长老们, 都是狗的, 估计也就只有高冷哥一个了, 第214章, 红礼, 最后我们决定分道扬镳了, 我和高冷哥, 两个人去龙虎山, 他找他要找的东西, 而我要去寻找红毛怪物的下落, 然后顺便一块打压一下龙虎山台上长老, 那些嚣张的气焰, 而周小蛮, 则是整理行李, 前往米城, 我们是第二天到的广州, 说实话, 我和高冷哥两个人, 简直是绝了, 我们一个人穿着青蓝色的汉服, 一个穿着紫金色的道袍, 一个有着雪白色的头发, 一个则有着琥珀色的毛子, 在机场的时候, 差点引起轰动, 基本上回头率高达百分之一百, 即使是以我的厚脸皮程度, 也不禁有些尴尬, 一旁的周小蛮见我这么尴尬, 也不由得笑了出来, 不过高冷哥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 仿佛这世界上就只有他一个人一样, 我们几个人办了登记手续后, 高冷哥忽然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 他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开口说道, 我忽然发现, 我在佛山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办完, 你到了江西, 先去这个地址等我, 我随后就到, 说完也不顾我回答什么, 直接起身就走了, 高冷哥走后, 周小蛮也到了登记的时候了, 他对着我轻声笑了笑, 开口说道, 那我也走咯, 回头见, 这下子, 只有我一个人, 傻乎乎的, 在这里被人当猴子看了, 我看着自己手上写着地址的字条, 怎么看, 都像是提早就已经写好的, 难道高冷哥早就准备好了这东西, 走的, 我忽然想起来, 之前我们和一超一块去长沙的时候, 高冷哥也是临时找借口, 自己一个人走的, 难道他恐高, 不敢坐飞机, 我想到这, 也感觉有些不太可能, 高冷哥是什么人, 怎么可能恐高啊, 估计是真的有事去办了, 在后机室, 又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被人当猴子看了很久, 总算是到了登机的时候了, 上飞机的时候, 那空姐看到我后, 也愣了, 不知道应该叫我什么, 最后竟然说了句, 欢迎乘坐本班机, 到掌, 当时我都想要钻得动, 把自己给埋进去了, 在飞机上, 乘客也都和看猴子一样看着我, 这让我心里决定, 一会儿下飞机的时候, 一定要买一套普通的衣服, 不然太坑爹了, 今天出门的时候太急了, 竟然连道袍都忘记换下来了, 坐我旁边的是一个小女生, 一直很好奇地看着我, 快到的时候, 才开口说道, 哥们, 你也是玩cosplay的吗? 啥? 我一下子没听明白, 对着那小女生开口说道, 那小女生哥哥笑了起来, 你肯定是玩cosplay的, 不然谁会为了笑过, 把自己的头发都染白了呀, 这年头除了玩cosplay的, 就只有非主流, 会把自己的头发给染白了, 看你的样子, 总不可能是非主流吧, 非主流可没你这么有气质, 不过你挺会玩的, 看着袍子的质地, 没有千把块钱下不来呀, 我被听猛了, 有些甘大地笑了笑, 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我总不可能和她说, 我乃张道林转世, 这白头发, 是因为之前我的生机被人抽掉了, 所以白了, 到现在也恢复不了吧, 我估计我要是这么说, 这小女生, 肯定要骂我神经病了, 对了, 你cos谁啊? 那小女生开口说道, 我擦了一把汗, 不大想理会她, 但她却不厌其烦地凑过来, 拿了一张名片给我, 开口说道, 叫我兔子就可以了, 我也比较喜欢这种古风的东西, 这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回头, 靠我, 说完, 兔子还对着我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 我尴尬地点了点头, 这时候, 黄大仙忽然开口说道, 这小女生不简单, 什么情况? 我正没弄得有些七云八速呢, 被黄大仙这么一说, 连忙开口问道, 这不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女生吗? 怎么就不简单了? 你把武器给凝聚到眼睛上, 看看这名片上, 到底是什么东西吧? 黄大仙冷声开口说道, 没想到, 现在不仅仅是龙虎山的那些太上长老, 武当的白旗, 连华山成团的后人, 都盯上你了。 在黄大仙说话的时候, 我也把武器给凝聚到了眼眸之上, 也看清楚了, 手里拿着的那名片,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名片上面, 飘着一道黑气, 这黑气不停地在名片上面环绕, 冒出来的黑气, 在空中化作了一张鬼脸, 似乎是在, 对我嘲笑一般。 我吓了一跳, 差点想要把这东西给丢出去, 黄大仙连忙开口说道, 先把这纸片给留着, 别打草惊蛇, 看看这小妮子打的什么鬼主意。 我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一会儿看看, 接机的人是谁, 就可以肯定他这是恶作剧, 还是真的打算算计我了。 黄大仙也开口说道, 看来你成长了不少啊。 我苦涩地笑了起来, 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回答黄大仙的话, 被人算计了这么多, 就算是个傻子, 也应该有长进了。 我看着手里的名片, 没有武器的帮助下, 只能看得出来, 这是一张带着香味的名片, 看着名片上写着的秃子两个字, 我不由得有些想笑, 不管这小女生的目的是什么, 一个全身散发着青春气息的小女生, 却叫了个这么个蛋疼的名字, 的确是有些怪物, 也不怕真的把自己给叫得秃了。 很快, 飞机就到南昌了, 到了南昌机场后, 那秃子还不停地给我打手势, 示意我到了之后和他联系。 我虽然表面上很是和蔼, 不过心里却和明镜似的, 下意识地放慢了自己的脚步, 走在了秃子的后面, 我倒是想看看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女生, 葫芦里面到底卖的什么药, 不过结局有些出乎我的预料, 因为从机场里面出去后, 秃子直接就去做了机场大巴, 并没有来接机, 我震了下, 看着秃子蹦蹦跳跳地上了大巴, 心里也觉得,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比较好, 想了吧, 把自己手里那张冒着黑气的名片, 丢进了一旁的垃圾桶里面。 事实上, 到很久之后, 我才知道, 那一次我把那名片丢掉, 让我自己走了多少的冤枉路。 如果那一次我真的和秃子联系的话, 事情就不会被我这根脚屎棍, 给弄得这么复杂, 也不会发展到那条路了。 把名片丢掉后, 我也笑了笑, 开口问道, 我说大仙, 他有没有在我身上, 留下什么不应该留下来的东西? 打算追踪我啊? 没有啊。 黄大仙开口说道, 除了那张我看不出玄机的名片, 不过那名片也已经被你丢了, 应该是没什么事情了。 就在我松了一口气, 刚想要说什么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抹鲜艳的红, 出现在我的面前, 那精致的宛若话中心的面容, 让我不由地深吸了一口气。 我看着面前横眉看着我的红里, 苦涩地笑了笑, 开口说道,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红里冷冰冰地开口说道, 上车吧。 我点了点头, 跟着红里一块走了, 心里还有些纳闷, 高冷哥没和我说, 红里会来给我接机啊。 不过想想, 青鱼和红里本来就是一伙的, 可能高冷哥忘了和我说吧, 很快, 我和红里就来到地下停车场, 找到了一辆鲜红色的法拉利。 红里看了我一眼, 开口说道, 会开吗? 会, 我点了点头, 那你开。 红里把钥匙往我手里一丢, 示意我去开车。 我点了点头, 接过钥匙, 也不客气, 直接打开车门, 上车就开, 就在我刚把车子开出机场的时候, 我的手机响了, 我愣了一下, 拿出手机来一看, 是高冷哥发过来的短信, 忘了告诉你了, 看到红里的话, 千万不要跟着他走。 第215章 孤独可怜的人 高冷哥的这段短信, 把我给吓了一大跳, 我看着这条短信, 一下子不知道, 自己应该怎么办了, 高冷哥不会瞎说话, 也不会瞎骗人, 也就是说, 这条短信的内容是真的, 真的不能跟着红里走。 想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 我也不由地深吸了一口气,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似乎红里的目的, 就是想要让张道林复活。 而让张道林复活, 就意味着我得要去死。 一想到这, 我转过头去看了一眼红里, 正好红里笑页如花地看着我, 轻声开口说道, 怎么了? 没,没。 我有些尴尬地, 抽了抽自己的嘴角, 一下子不知道, 自己应该怎么去和红里说。 难不成我去和他说, 刚才高冷哥给我发短信了, 让我千万不要接近你吗? 红里轻声笑了起来, 刚才那条短信, 是轻鱼给你发的吧? 我正了, 被发现了吗? 我紧张地又咽了一口口水, 脸色也被吓得煞白煞白的, 红里看到我这样, 又轻声笑了起来, 开口说道, 瞧把你给吓的, 你也别害怕,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等轻鱼来了, 我就把你还给他。 另外, 缓解一下现在的气氛, 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看着完全不同往日的红里, 我也有些发呆了, 面前这个笑页如花的女人, 真的是红里吗? 我不由得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什么笑话? 知道这次轻鱼为什么不跟你一起来南昌吗? 红里笑着开口说道, 迎面吹来的风将她的长发吹得散落开来, 美的像是一幅画, 我摇了摇头。 因为她害怕, 她害怕一切不能掌控的东西, 在飞机上, 她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死,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 她也没有办法去挽救什么, 准确地说, 就是她有一点恐高红里轻声笑着开口说道。 被红里这么一说, 我也有些想笑起来, 不会吧? 我之前, 就在猜高冷哥是因为恐高, 所以一直没有坐飞机, 现在被红里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红里的这个笑话, 也让现场的气氛好了不少, 但话题却不知道怎么的, 又冷了下来, 我认真地开着车, 而红里在一旁处着自己的下巴, 眯着眼睛看着我, 眼眸柔地, 仿佛能够滴出水来一样。 我也不知道, 红里的目的地在哪里, 就在南昌市区到处瞎开着, 本身敞篷的法拉利跑车, 就有些吸引人。 而我和红里这两个坐在车上的人, 更加吸引人, 我们一路开过来, 基本上回头绿那是杠杠的。 在一个红绿灯前面等绿灯的时候, 红里默然开口说道, 你知道吗? 都说认真的男人最好看,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认真的你, 确实挺好看的。 被红里这么一说, 我的心跳猛地一停, 我愣了一下, 转过头去看着红里, 有些尴尬地开口说道, 我本来就很好看好吗? 没看出来, 你这么幽默。 红里轻声笑了起来, 仔细想想, 你和他很像, 却又不那么像, 至少他没有你这么幽默。 我知道红里说的那个他, 就是张道玲, 一下子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 红里则继续开口说道, 从机场里面看到你出来的时候, 说实话, 我吓了一跳。 那一瞬间, 我真的以为你就是他, 可惜从始至终, 都是我在自欺欺人罢了。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话, 因为我清楚, 我接下来要走的路, 和红里想让我走的路截然不同。 我现在的举动, 说是在一点点的扼杀红里, 守护了千年的感情, 也不为过。 这时候, 红灯时间终于过了。 我把车开了出去, 一边开着, 一边开口说道, 抱歉, 你不需要和我道歉, 事实上, 应该道歉的人是我才对。 红里苦涩地笑了起来,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 你总不可能做得实全实美, 事实上, 我早就应该想明白了, 这一切都是, 我自己在吃自己种下来的苦果罢了。 说完红里伸出手来, 在中控彩屏上滑拉了两下, 掉出了一条路线, 去这儿吧。 我看了下路线, 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知道了, 我也累了。 红里靠在座椅上, 开口说道, 这就像是一个心魔, 困扰了我这么多年, 我终于从里面走出来了,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我没说话, 理智告诉我, 这时候选的沉默是最好的, 往往一个女人找你倾诉。 你要做的, 不是去劝解, 或者安慰什么的, 你只需要当一个不是哑巴的倾听者, 这就够了。 是不是觉得我很傻, 这么久过去了, 还放不下? 红里漠然开口说道, 我点了点头, 玄机又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如果换作是我, 我可能也会这样吧。 你不会的。 红里很是笃定地开口说道, 至少你不会为了爱情这样。 我闭嘴了, 在某种程度上, 我的性格, 应该是和张道林差不多的。 而红里, 应该算是最了解张道林的人了。 他既然这么说了, 那就证明是对的。 让我最后做一次梦, 可以吗? 一个他还在我身边的梦。 红里有些目光硕硕地看着我, 那目光滚烫地, 让我有些不敢直视。 我深吸了一口气, 最后叹了一口气出来, 可是梦始终会醒的不是吗? 我无怨无悔。 红里轻声笑了出来, 但在我的眼里, 却知道, 这哪里是笑, 分明就是无声地哭。 我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希望你能放得下。 谢谢。 这一刻, 红里在没有之前的冷冽样子, 他只是有些小鸟一人地坐在车座上, 那双灵动的毛子看着我, 宛若看着世界上最珍贵的瑰宝一般。 天空中的云彩, 大朵大朵地被宛霞燃烧着, 透着金红色的光芒, 无比的瑰丽。 宛霞的映照下, 一辆红色的法拉利, 在南昌的街头, 划拉出一道宛若风景线的光芒。 目的地是南昌的郊区, 一个看起来不大, 但却挺温馨的小别墅。 我把车停好后, 红里直接上来, 宛住了我的胳膊, 有些轻腻地开口说道, 晚上我做饭, 你不许说难吃。 感觉到自己手臂间传来的柔软触感, 和忽然温柔的和小猫似的红里, 我的身子微微一正, 但很快就恢复到了正常, 我轻声地笑了起来, 好, 红里很是乖巧地, 把自己的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 这样多好。 我没说话, 这天晚上, 是红里做的饭, 说实话, 红里做的饭菜, 的确好吃得要死。 我吃的时候, 差点把自己的舌头都给吞下去了。 吃完饭后, 我们两个人坐在沙发上, 打开了电视, 我已经忘记了, 电视里面到底放的什么内容。 只知道, 红里那温柔似水的眼眸, 还有那仿佛能够融化一切的柔意, 我就这么任由他躺在我的腿上, 看着电视, 事实上, 却是我看着电视, 他看着我。 我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他那炙热的目光, 但我却不敢对视, 因为我知道, 我终究不是那个人, 我只是他的替代品罢了。 这炙热的目光, 和温柔体贴的情谊, 都不属于我。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红里睡着了, 我叫了几声, 他没有回答, 我叹了一口气, 起来去帮他找了张毛毯, 披在他的身上。 他宛若小猫一般, 蜷缩了一下身子。 带完毛毯后, 我也起身朝着自己的房间, 走去。 我没发现的是, 在我起身后, 红里便睁开了眼睛, 看着我的背影, 消失在了客厅中, 温润如玉的脚趾, 紧紧弯曲着, 整个人蜷缩在沙发上, 纤细的身子, 情不自禁地微微颤抖。 第216章, 梦醒南昌之星。 接下来的几天, 我和红里两个人, 在南昌留下了很多足迹, 藤王阁, 鄱阳湖, 梅岭, 海洋公园, 整个过程中, 红里就跟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似的, 她笑得肆无忌惮, 仿佛可以让周围的人都变得开心起来, 生气的时候, 让人不由地想要去捏捏她的脸, 难过的时候, 又让人忍不住地去关心。 慢慢地, 我开始有些羡慕起张道琳来, 是积了多少的, 才能让这么个女人, 如此痴迷疯狂地爱上她。 时间就在这玩耍中慢慢度过, 这段时间里, 我们似乎都忘了什么, 她忘了, 那守护千年的羁绊和执念。 而我也忘了那些不甘无力和绝望, 也只有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才觉得自己, 真正地活得像个人。 第一次, 有人拉着我, 给我买衣服, 如果遇到合适的, 就会露出满意的笑容。 也第一次有女孩子挽着我的手, 天真无邪地和我说要这个吃, 要那个吃。 我心中那个高高在上的冷冽红里, 似乎就好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般。 在第四天, 红里拿出了手机, 对着我开口说道, 似乎要醒了呢。 我看了下手机屏幕, 备注名是青鱼。 内容是, 我到了, 你和王盼在哪? 时间真是过得快呢。 我看着面前的红里, 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想去摸一摸她的脑袋, 但我却不敢去摸, 我只敢每天晚上等她睡着后, 才敢伸出手去理一理她的长发。 红里用力地深吸一口气, 开口说道, 即使是要醒了, 我也不想要在这里醒过来。 我正在原地, 不知道应该去哪儿。 这时候, 我的手机也响了起来, 我拿出来看了下, 是高冷哥打过来的, 我刚想接, 红里就抢过我手里的手机, 啪的一下自己, 接了起来。 青鱼吗? 想知道, 我和他在哪儿? 那你就自己来找吧。 说完红里, 直接把手机给关了, 俏皮地看着我, 吐了吐舌头, 你不会怪我吧? 我苦涩地摇了摇头, 然后红里伸出手来, 抓住了我的手掌, 把我给拖到了车子里面,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什么地方? 我好奇地开口说道, 总之是好地方就对了。 红里轻声笑了起来, 旋即直接开了车, 开始开了起来。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 看着红里, 我知道这应该是我们最后可以这么相处的时间了。 红里和我说, 让我陪他做一场梦。 然而, 梦终究是会醒的, 梦也只能是梦。 莫名其妙的, 我忽然有些不舍起来, 可能是有些不舍这个活泼可爱的红里吧。 毕竟相对于现在这个敞开心扉的红里, 原来的那个红里, 看上去, 就像是用一个铁盒子, 把自己心神都给困住了一样。 我比较喜欢这个红里, 至少现在的他可以放声地笑, 大胆地哭, 至少现在的他才是最真实的他。 车子开了一会儿, 就停了下来, 看到南昌滨江游乐园几个字的时候, 我也正了正。 他带我去游乐园做什么? 红里这时候对着我开口说道, 蹲下来。 怎么了? 我有些疑惑。 背我。 红里开口说道,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蹲了下来, 很快就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贴在了我背上, 香香的, 软软的, 是红里。 我深吸了一口气, 还没等我说什么, 就感觉到一双手捂住了我的眼睛, 然后就听到红里倾笑着开口说道, 现在开始, 不准偷看, 我让你往东, 你不能往西, 我让你走北, 你不能走南。 我不知道, 红里耍什么花样, 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好, 红里的手很软, 很冰, 捂在眼睛上, 让人感觉很是舒服, 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 那宛若铃铃般的笑声和声音, 不停地从身后传来, 我像是一只无头苍蝇一般, 在游乐园里面乱转, 傻乎乎的样子, 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我估计, 现在红里把我的眼睛松开, 绝对能看到很多人好奇地看着我。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红里开口说道, 好了, 停,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停了下来, 在黑暗中, 红里的声音是我唯一的指路灯, 那种感觉让人很舒服。 好了, 立正, 稍息, 向后转。 红里一连下了三个命令后, 这才松开了我的眼睛, 我睁开了眼睛, 晚霞已经退去, 夜晚爬上天空, 一轮残月朦朦胧胧地挂在树梢, 一个巨大无比的摩天轮, 在我的面前缓缓转动着。 南昌之星, 我看着那高大无比的摩天轮, 开口说道, 很久以前我就听说过这地方, 以前做办公室的时候, 办公室里面一个妹子, 就说自己, 要是找了男朋友, 一定要她带自己来做南昌之星, 这可是, 世界第三高的摩天轮啊。 只是我没想到, 自己这第一次来南昌之星, 竟然是和红里一块来的。 走吧。 红里轻声笑着开口说道, 我估计, 红里是想要带着我做摩天轮, 点了点头, 跟着她一块走过去排队, 也不知道, 红里是怎么疏通关系的。 我们走过去的时候, 那些在前面排队的人, 全都让开来了。 我们两个人, 竟然包下了一个别人六七人坐的太空舱, 等太空舱慢慢上去后, 夜景也开始变得更加迷人起来。 红里张开了手臂, 早就想要来这里玩一次了, 可惜一直没机会, 这回总算是让我给找到机会了。 我看着宛若小女孩一般的红里, 开口说道, 嗯, 这风景很美, 现在轻鱼一定很着急地寻找我们吧。 红里轻声笑了起来, 捂着嘴开口说道, 这个冷血的家伙。 我笑了笑, 开口说道, 你也就欺负他恐高。 红里认真地看着我, 那双好看的眼眸中仿佛在泛着星光, 我已经感觉到, 这个梦快要醒过来了。 我看着红里, 叹了一口气, 梦终究只是梦罢了, 梦也终究是要醒过来的不是吗? 可是我不想醒过来。 红里的眼眶忽然红了起来, 他摇了摇头, 夜梗道。 虽然我知道我这是在自欺欺人, 他永远不可能活过来了, 即使是活过来了, 那也不是他了, 但我总觉得, 他还活着。 每次一想到这个, 我就觉得自己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真是容易满足的人, 我抿了鸣嘴。 开口说道, 我其实挺不想说, 他还活在你心里这种废话的。 红里扑斥一声, 破涕微笑, 瞪了我一眼, 你就不能顾着点气氛吗? 我有些尴尬的, 挠了脑脑袋。 轻鱼道了。 红里忽然开口说道, 我往下面一看, 正好看到高冷哥, 正在南昌之星下面看着我们。 真是比嗅了血的鲨鱼还敏感。 红里开口说道, 其实我从小到大的时候, 就一直想要很多东西。 以前,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 因为从水里往空中看的时候, 真的很美。 后来我想要用糖胡萝, 和各种甜品砌成的房子。 因为那真的太好吃了, 我想要绚烂的星空, 当做自己的棋子。 我想要很多很多东西。 我看着夸夸其谈的红里, 抿着嘴笑了起来。 不得不说, 这时候张开手臂, 不停地形容着什么东西的红里, 简直美得让人心醉。 到了最后, 我就想要用这些东西换一个吻红里看着我, 苦涩地笑着开口说道, 然而, 我想要的, 却什么都没有得到, 可能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妄想的人吧。 我看着一脸失落的红里,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一紧, 刚想伸出手去摸他的脑袋, 他便直接扑了过来, 滚烫的眼泪大滴大滴地落在我的脖子上。 第217章 我若要有, 天不可无。 温欲在怀, 我也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抱着哭泣不止的红里, 我伸出手去拍了拍他的后背, 结果我这一拍他哭得更加厉害了。 等到太空仓快落地的时候, 他这才慢慢停止了抽气, 对着我开口说道, 我哭的事情, 你可千万不能和清于那个坏家伙说。 我点了点头, 刚想说什么的时候, 就看到红里的脸色也变得越来越冰冷起来, 似乎这两天, 那个天真可爱的红里忽然消失了一样。 等到太空仓下来的时候, 红里已经变得和我更早之前看到的那个红里一模一样了, 冰冷, 毫无情绪, 就好像是一个用寒冰雕刻出来的人偶一样。 我看着这样的红里, 心里感觉很难受, 我知道, 以前的红里回来了, 可能这两天的这个红里, 再也不会存在了, 梦终究只是梦, 梦也终究会醒。 现在就到了梦醒的时候了, 我和红里走出太空仓的时候, 高冷哥马上就走了过来, 红里看了眼高冷哥, 开口说道, 紧张什么, 我不会做什么的, 现在, 完毕归照。 高冷哥只是冷冷地扫了一眼红里, 我笑了笑, 开口说道, 真没什么事。 好吧, 高冷哥点了点头, 接下来, 就交给你了。 红里看着高冷哥, 开口说道, 说完后, 红里直接自顾自地, 就朝着外面走去, 似乎这两天,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而高冷哥则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开口说道, 我没有想到, 他会这么做。 什么? 我很好奇地看向高冷哥, 你难道没有发现吗? 我先前帮你压抑着的煞气, 已经全都消散了吗? 高冷哥开口说道, 被高冷哥这么一说, 我也发现了, 这两天, 我的心情无比地平静, 之前的不安和躁动, 也全都归无了, 红里似乎再用一场梦, 融化了我内心所有的负面情绪。 高冷哥抿了鸣嘴, 开口说道, 走吧。 我点了点头, 转过头去看了眼红里, 我不知道, 自己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了, 恐怕就算是可以再见面, 也将会物视人非了。 这两天, 他把自己内心最柔软的一面表现了出来, 让人心疼。 和高冷哥两个人出去后, 我们找了家宾馆, 一人开了一个房间, 回到房间里面后, 黄大仙也开口说道, 看来事情朝着有力的方向开始转动了, 至少现在的你, 不至于四面楚歌了。 我愣了一下, 玄机也想明白过来, 黄大仙要说什么了。 这两天, 红里的举动, 就是在同过去的自己告别。 之后我, 至少不需要担心, 红里会对我出手了。 过了很久, 我这才叹了一口气, 我似乎让人失望了呢。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不是吗? 黄大仙轻笑着开口说道, 我点了点头, 躺下来睡了过去。 这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我又梦到了红里, 只是之前一直抱着我哭的红里, 这时候也变得冰冷起来, 他朝着一个方向离去, 我张了张嘴, 想要说出挽留的话, 却发现自己怎么都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 我是被高冷哥的电话给吵醒的。 我们两个人下楼的时候, 已经有人在楼下等我们了。 等着我们的人, 正是之前我在佛山见到的张成浩。 张成浩见到我后, 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见过老祖宗。 我有些好奇地看了眼高冷哥, 不知道为什么张成浩会出现在这里。 高冷哥开口说道, 我叫的, 他们可以信任。 我点了点头, 跟着张成浩一块钻进了车子里面, 等车子开动后, 张成浩也开口说道, 清余大人,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现在龙虎山内, 共有十三名太上长老, 其中有五名是三花巨顶级别的, 另外八名中有七个, 才凝聚了第二朵花, 还剩下来的那个, 是大长老, 听家父说, 似乎已然斩去了三十, 只是不清楚, 到底斩了几次。 高冷哥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和我调查的一样, 这次张家就别动手吧, 留给我就好。 是的。 张成浩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我看着高冷哥, 开口说道, 你想一个人杀上山门, 有何不可? 高冷哥轻声笑了笑, 不听话的人杀了便杀了, 并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 我叹了一口气, 开口说道, 好吧。 车子在路上不停地行驶着, 等进了龙虎山范围的时候, 张成浩也下了车, 由高冷哥来开车, 我们迅速地朝着龙虎山逼近。 等车子到了龙虎山山门的时候, 我发现龙虎山山门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似乎龙虎山的人早就知道了, 我和高冷哥要来了一样。 我们下车的时候, 就听到了那密密麻麻聚集着的人, 发出了一道哗然声。 看到这个场面, 我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 转过头去看了眼高冷哥, 高冷哥开口说道, 没错, 是我通知他们的, 与其这么慢慢吞吞地寻找目标, 不如直接告诉他们, 让他们把人都聚集到一块, 杀的时候也简单得多。 我被高冷哥的话给呛到了, 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这时候, 一抄的师傅也走了上来, 对着我们开口说道, 不知道轻鱼大人归来是为何事? 高冷哥眯着眼睛, 看着面前这些有些战战兢兢的人, 开口说道, 回来拿些东西。 自然可以, 但轻鱼大人, 您旁边的那位, 恐怕就不能走了。 这时候, 从山门里面走出来一名须发全白的老人, 老人看起来虽然很是苍老, 但却龙襄虎步, 那双眼眸中金光四射, 看起来很是射人。 高冷哥轻声地笑了起来, 如果我说不能, 那恐怕就树南从命了。 轻鱼大人若是想要拿走那东西, 怕是要恶战一番了。 那老人盯着高冷哥开口说道, 莫非你们要七尸灭祖不成? 高冷哥眉头一皱, 开口说道, 并无证据证实, 此人便是张天师转世, 据我所知, 张天师早就飞生了。 而今在天上也有神位, 又怎么可能转世呢? 此人乃七尸道明之辈, 留此人在, 只能让我龙虎山更加难堪。 那老人开口说道, 如此心怀鬼胎之人, 当诸, 当诸? 那些聚集在门口的龙虎山弟子, 全都开口吼道。 那声音响彻天际, 我的脸色也被震得有点发白, 我想象过很多种情况, 但却没有想到过, 龙虎山的这些太上长老, 竟然倒打一耙, 直接说我是别有用心, 这样他们诛杀我, 似乎倒也名正言顺, 真正知道, 我是张道林转世的人没有多少, 转世这东西, 本来就虚得很, 说出去, 也根本没什么人性。 高冷哥只是冷眼看着面前这些龙虎山的弟子和长老, 轻声地笑了起来。 你以为我是来和你们商量的吗? 我来是通知你们, 我要来拿东西了, 至于是用什么办法, 取决于你们的态度, 你们的意见, 关我什么事? 对面的那些人, 脸色全都变得很难看起来, 但那老头这时候, 也轻声笑了起来。 如果轻鱼大人不答应我们的条件, 那么我可以保证, 那东西便不会存在于龙虎山。 你是在威胁我吗? 高冷哥眯起了眼睛, 看着那老头。 我的心里也咯噔一下, 落到了谷底。 看样子, 龙虎山的这些人都知道高冷哥想要拿什么东西。 而且, 那东西应该对高冷哥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 而且好像, 龙虎山的这些人有能力毁了那些东西。 我只是实话实话罢了。 老头轻声笑了起来, 高冷哥直接手指在腰间一滑, 血刃发出一道剑鸣声, 直接落到了他的面前。 他冷哼一声。 我若要有, 天不可无。 你也不例外。 第218章, 真武大地附身。 那些人被高冷哥的气势, 直接压得脸色苍白。 所有人加起来的气势, 都比高冷哥矮了不止一头。 高冷哥伸出手来, 把地上的血刃拔了起来, 整个人一步步地朝着面前的那些龙虎山弟子和长老们走了过去。 那模样就像是一头恶魔一般。 对面的人也全被高冷哥给震慑到, 齐齐地朝着后面退了一步。 好大的口气, 竟敢说我若要有, 天不可无至等话来。 我等纪你是张天师门下一尾鱼, 这才称呼, 你为青鱼大人。 但你充其量, 不过是妖罢了。 妖终究只是妖, 逃脱不了野蛮。 这时候, 从龙虎山的山门内, 转出来一道轻蔑的笑声。 旋即我便看到了一名鹤发童年的老人走了出来。 老人看起来, 至少从脸来看, 是挺年轻的。 二十来岁上下, 甚至比我看起来, 都要年轻许多。 但整个人身上带着一丝默契沉沉的样子, 看着很是怪异。 二长老! 在那老人出来后, 龙虎山的其他弟子和长老, 全都对着那二长老鞠了一躬, 原本已经矮了一头的气势, 这时候, 也瞬间高涨起来。 高冷哥, 那双琥珀色的眼眸, 死死地盯着前方, 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滔天战役, 和手里的血刃相互辉映。 即使是站在他的后面, 我也能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压力扑面而来。 这时候, 黄大仙也开口说道, 金蝉这是要发飙啊。 看来那老头说的腰, 终究是腰, 把他给惹怒了。 见黄大仙发话了, 我这心里也有些好奇起来, 对着黄大仙开口说道, 大仙, 你说高冷哥会出什么问题吗? 黄大仙的声音也有些沉重, 不好说, 之前那个张承昊打听到的消息, 应该是假的, 面前这个二长老, 就已经是斩三师水准的人了, 实力比起我来都不遑多让。 那个大长老想来应该会更厉害, 更何况还有那么多人, 要是结阵来打金蝉, 金蝉还真的说不定就阴沟里面翻船了。 被黄大仙这么一说, 我这心里也有些急了。 开口说道, 那怎么办? 我能帮到他什么吗? 黄大仙吃笑了一声, 别逗了, 小面包, 你现在, 找个安全的地方, 保住自己的命, 这才是最大程度的帮他的忙。 小面包? 我愣了一下。 黄大仙兴致勃勃地开口说道, 法式小面包, 还是盼盼好。 你滚! 即使是现在的气氛很是严肃, 我还是忍不住骂了一句, 也不知道黄大仙这脑子里面装的是什么鬼东西。 这时候了, 还懂得开玩笑, 这不逗我吗? 我重新把视线放回了高冷哥那。 这时候, 那二长老见高冷哥越走越近, 每接近他们一步, 高冷哥身上的杀意, 就会浓郁一分, 身上的淡然的气息, 这时候也顿了顿。 他开口说道, 九天想魔阵, 准备。 他话音刚落, 身后那些弟子们, 就全都找了个位置, 拔出手里的桃木剑, 嘴里不停地叽叽歪歪念叨着什么。 而后我就感觉到, 冥冥之中, 似乎有一口气, 顺着天际, 滑进了二长老的体内。 二长老整个人看起来, 也精神异议起来。 不好, 是九天想魔阵。 黄大仙连忙开口说道, 黄大仙说完, 我就好奇地开口说道, 什么九天想魔阵? 和我说说看, 这阵到底什么用? 当年皇帝诛杀赤油的时候, 用的便是这阵法, 将全军之力, 凝聚在自己一个人的身上, 这才把魔神赤油给击败。 黄大仙开口说道, 这二长老恐怕想着, 是凝聚整个龙虎山之力, 来让自己一个人和金蝉单打独斗, 杀死金蝉, 毕竟一个人的力气怎么说都是有限的, 哪里能和这么多人相提并论? 不会的, 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二长老, 手里掌握着的力量, 甚至可能已经超越了高冷哥吗? 我深吸了一口气, 开口说道, 没错, 力量强度可能已经和金蝉差不多了, 而且, 持续力也比金蝉高很多, 毕竟有这么多人的支持, 现在的二长老, 就算是对上即将斩去善念的大能, 都有一战之力。 黄大仙很是慎重地开口说道, 而用了九天降魔阵后, 那二长老, 似乎也凝聚了不少的胆量, 狂笑着开口说道, 真以为自己活得久, 就比较厉害了吗? 今天我就让你这蛮雾知道我们龙虎山道法的精妙。 说完, 二长老身上的气焰, 也开始变得夸张起来, 如果说高冷哥身上的杀意, 像是一把剑的话, 那这二长老, 散发出来的滔天气焰, 就是一把巨斧。 几乎是凝聚了整个龙虎山所有人惊气的二长老, 这时候, 也开始迅速地踏起七星不来, 手指也不停地捏着手印, 整个人散发出一股神圣的气息。 而高冷哥, 似乎没有看到这一幕一样, 依旧提着剑, 一步步地走了过来。 五雷三千江, 雷流八蛮兵, 火光烧世界, 邪魔化灰尘, 大神大退, 小神小退, 若还不退, 五雷打退。 那二长老迅速地捏完手印, 嘴里吐出一口道绝, 薄指成剑, 手指朝着高冷哥一指。 天空中响雷哗啦啦地响, 乌云密布。 而后一道金光, 迅速地从乌云中轰鸣之下, 似乎要划破苍穹一般, 直接朝着高冷哥的头顶砸了过去。 威武! 云层后似有军队, 不停地在叫着。 一道雷下来, 直接将高冷哥淹没在了电光之中, 我深吸了一口气, 心头的大石头也掉了起来。 但事情却并不算完, 在第一道金光砸下后, 很快, 第二道雷也砸了下来。 哄! 一道接着一道雷, 一共砸了五道雷下来, 高冷哥原来站着的地方都已经灰尘密布了, 我死死地盯着那儿。 高冷哥该不会是被刚才那些天雷 直接给砸没了吧。 他还没死, 黄大仙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 然后, 我看到对面的二长老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我定睛一看, 踢着血刃的高冷哥, 豪发无伤, 依旧一步步地朝着龙虎山猪人走去, 眼见着两者之间的距离已经从一百米缩短到了二十米了。 我也咽了口口水, 看来高冷哥确实是威猛啊。 冥完不灵, 真以为我龙虎山无人吗? 那二长老看着高冷哥越来越接近, 脸上布满了恐惧, 但嘴上还是硬着开口说道。 我甚至看到龙虎山那一群人见到高冷哥毫发无伤后, 一个个脸上都布满了恐惧。 二长老深吸了一口气, 手指指天, 开口吼道, 上仙助我。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就感觉到一股蛮横强大的力量, 直接冲进了二长老的体内。 黄大仙震惊地开口说道, 我就认了狗了。 怎么了? 我见黄大仙反应异常, 连忙开口询问道, 这寝个人是真无大帝啊。 我说白旗怎么就能瞒天过海地进龙虎山, 还能接近龙脉? 原来这二长老和白旗是一路人。 黄大仙开口说道, 我吓了一跳, 连忙朝着前面看了过去。 二长老这时候, 如同天神下凡, 手里直接捏了个雷纸, 左手五指均收服在掌心, 指甲不外露。 他的眼眸这时候也变成了金色, 他死死地盯着高冷戈, 开口念叨, 天雷神, 地雷神, 五百蛮雷锦随身, 太上老君行斥令, 下界护法度众生, 若有一个不遵令, 压在奎刚不翻身, 奉请太上李老君, 金光仪照化灰尘, 轰轰五雷绕宝殿, 道法无量镇乾坤, 急急如太上老君律令。 话音刚落, 直接举起右手, 在自己的嘴前哈了一下, 脚跺一下, 往前用力拽去, 一气呵成。 大叫了一声射, 这射字一出, 我甚至感觉到, 这片天空都暗下来了。 而那些龙虎山的弟子, 一个个全都脸色苍白, 显然已经脱力。 第219章, 飞跃。 很快, 就有第一个龙虎山弟子坚持不住, 瘫软在地上, 随着第一个龙虎山弟子刀子倒下, 一个接着一个龙虎山的弟子, 都倒了下来, 这是力气被抽光的表现, 我看着面前的一幕, 也不由得咽了口口水, 心里不由得为高冷戈而感觉担心。 而那二长老, 在吸收了这么多力量之后, 身体上开始散发出强烈的气息来, 天空中的雷云都仿佛察觉到了这一点, 噼里啪啦的闪电在雷云里面环绕着, 显然接下来的五雷会无比地恐怖。 高冷戈似乎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而是继续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着, 就在那乌云里的雷电快要砸下来的时候, 高冷戈这才好像发现了什么, 抬起头来盯着那乌云。 那一瞬间, 我发现高冷戈的气势竟然能够和那天地之威相抵抗, 而且隐隐约约竟然还有压过对方一头的感觉, 这个发现使得我有些震惊起来, 为什么一个人的气势可以和天地之威相抗衡呢? 而那天雷似乎感觉到自己的威严受到了挑衅, 竟然发出了更加震耳欲聋的声音。 而且, 那环绕在乌云四周的闪电, 这时候也更加强烈起来。 完了完了, 这雷太恐怖了, 我估计一会儿会有不下于二十道雷砸下来, 即使是金蝉, 估计都戒不住。 黄大仙这时候也开口说道, 被黄大仙这么一说, 我也有些害怕了, 但还是硬着头皮开口说道,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你看高冷戈的样子, 不像是戒不住啊。 傻面包啊, 你自己想想, 金蝉除了这表情之外, 还有其他表情吗? 黄大仙开口说道, 黄大仙说完, 我也深吸了一口气。 我看着高冷戈, 下意识地捏紧了拳头, 在心里暗暗地高冷戈加油。 我说了, 敬你才叫你清语大人, 不敬你的时候, 你就只是一头腰罢了, 也罢, 当初张天师养了两头大腰害事, 今日就让我来为祖师爷猪腰。 二长老冷笑了一声, 那空中的响雷更加暴动了。 高冷戈却没有继续理会二长老, 而是依旧抬起头盯着那空中的雷云看, 等到那雷云里面的闪电继续到了极限的时候, 高冷戈冷笑了一声, 散。 雷云里面的闪电更加暴动起来, 就好像是失控了的猛兽一般, 在高冷戈说出这个字后, 二长老也笑了。 你当你是谁啊? 三清吗? 还散? 这天地之威, 你能让人散了? 这么多年, 真是活到狗屎里面去了。 高冷戈却依旧没有理会二长老, 而是继续冷冰冰地看着天空中的雷云, 这一次的语气中带着一股滔天的杀意, 上天有好生之德。 刚才我已经给你一次机会了, 还不快快散去。 这次不仅仅是二长老, 龙虎山的那些弟子们也都笑出声来了, 显然为高冷戈这种举动而感觉到嘲讽。 我捏紧了拳头, 我觉得高冷戈绝对不是在吹牛逼, 他是肯定了这样能够行得通, 所以才会这么说的。 那空中的雷云很明显地震了震, 那闪电更加强烈起来。 看来你是不服管教了, 那这天地便容不下你了。 高冷戈说完, 直接伸出手去, 对着天空一抓, 空中发出了一阵凄惨的哀鸣声。 万物有灵, 即使是雷也不例外, 高冷戈竟然有这等失恋。 而那二长老和龙虎山的那些弟子, 看到这一幕也都傻眼了, 一下子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 那雷灵不停地哀嚎着, 似乎是在祈求着什么。 高冷戈却冷笑一笑, 我给过两次机会了, 你没有珍惜, 反倒继续助纣为虐, 那便死吧。 说完, 他的手掌猛地一捏, 空中发出一道剧烈的惨叫声, 那雷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消散着, 似乎刚才的那朵恐怖雷云压根没有存在一般。 怎, 怎么可能? 黄大仙和那二长老一口同声地开口说道,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刚才一瞬间还没明白过来到底是什么情况, 连忙开口说道, 黄大仙震惊地开口说道, 那金蝉距离这么远, 仅仅只是一只手就捏爆了雷灵, 虽然雷灵的肉体比较弱, 但这也太恐怖了吧。 被黄大仙这么一说, 我才反应过来, 感情刚才高冷哥真的不是在吹牛逼啊, 他竟然直接一下捏爆了雷云, 而二长老的表情这时候和吃了狗屎一样, 不可能, 这不可能, 雷乃至杨志刚之物, 怎么可能降服不了你这妖念? 他身上那真武大帝的气息也随着那雷云消散, 变得更加模糊起来。 高冷哥提着剑一步步地朝着二长老走过去, 所以, 你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了吗? 休想, 莫非你以为天雷奈何不了你? 我们龙虎山就拿你没办法了吗? 二长老死死地盯着高冷哥, 死死地咬着牙, 手指迅速地捏了的法相印, 随着这法相印的出现, 他身上的真武大帝气息也开始浓郁起来。 堂堂龙虎山太上长老, 竟然请的是武当山的真武大帝, 当真是可笑到了极限。 你如此这般, 下了地狱, 莫非不怕, 你师尊责怪你吗? 高冷哥这时候已经走到龙虎山山门之前了, 脚步微微一顿, 脸上带着轻蔑而嘲讽的笑容。 而二长老的表情实在是说不上是好看, 他瞪着高冷哥, 开口说道, 请真武大帝诸妖。 准。 天际响起了一道声音, 似乎是有, 又似乎只是虚空中的声音, 旋即我就察觉到, 面前的二长老完全不一样了。 怎么说呢? 他现在的样子和白旗一模一样, 天生一张嘲讽脸, 似乎这世界万物都是弱者一般。 轻鱼, 很久不见了呢。 二长老张嘴轻声笑了起来, 那声音宛若青铜骨中, 浑厚而有沧桑, 分明就不是二长老的声音。 若是你来, 的确是可以阻止的漏我, 但只是一丝残魂前来, 你当真是小瞧我了。 高冷哥看着二长老, 准确地说是真武大帝, 白旗冷笑着开口说道。 白旗哈哈大笑, 有意思, 有意思, 当初那个围在我身边叫叔叔的小家伙, 也终于长大了, 懂得和我做对了。 叔叔, 高冷哥叫过白旗叔叔, 我注意到, 高冷哥的脸色变得越来越冷起来, 你我都清楚, 你这一缕残魂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那可不一定, 是吧, 洛阳? 白旗哈哈大笑起来, 今后龙虎武当为一家。 唉, 你想如何, 那便如何吧。 从龙虎山深处传出来一阵叹息声, 玄机我就注意到, 白旗直接伸出手去一叹, 似乎抓到了什么东西。 这东西被他抓到后, 龙虎山深处传来了一道凄惨的龙啸声。 不好, 白旗这是终于要对龙虎山的龙脉下手了吗? 黄大仙开口说道, 真是孽处啊, 为了自己不被夺权, 连祖上传下来的东西都拱手相让给敌人。 什么情况? 看着面前的这一幕, 开口说道, 这可是七师灭祖, 要天打五雷轰的啊。 黄大仙叹了一口气, 语气中充满了唏嘘。 我愣了一下, 看着白旗又伸出手去, 抓住了另外一个东西, 虎袍声响起, 凄惨的虎袍声响起来后, 那后山被称之为洛阳的家伙也急了。 你说好, 只要龙脉, 不动虎脉的。 白旗放声狂笑起来, 你说, 一头狮子, 有必要和绵羊讲道理吗? 既然你亲自解开张道林的束缚, 让我触摸到龙虎双脉, 我又怎么能不收下呢? 与此同时, 我发现, 天不知不觉间, 竟然已经暗下来了。 一轮飞红地跃伴着日落生气。